王君兴和谭俊燕近排为新剧 《失忆24小时》开工拍摄 两人在剧中演一对夫妇 而Grace都说 自从前年升职做人妻之后 都多了很多机会演人太太 虽然拍戏的时候 面对不少婚姻问题 但现实中的她对婚姻就没有失去信心 反而还花多了心思 去深究如何维系幸福婚姻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记住婚后 大部分的剧集都找我做 做人家的妻子 我每一部剧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 婚姻原来可以这样的 我又可以小心这些 反而令我看通了 看透了 看更多的东西 就会更加感谢我老公 这个是好事 她一定会叫你多拍一些剧 做多些人家的妻子 为什么每次回来这么感谢我 在新剧中 Grace是演一位百分百的嫌妻 不时为丈夫打点家头世磨 连她都说 想不到人妻日常的场口有这么多 拍了很多场 全部都是帮谭俊言 我老公在这个剧中 帮她拿衣服去洗 买菜 买纸巾 帮她寄信 总之家头世磨 什么都做了 我都不知道 原来这部剧叫 失忆24小时 原来我是24校老婆 所以哪里找呢 所以Grace在剧中是个这么好的太太 不过Sean就因为意外失忆 不记得老婆 Sean还自爆 他本身记性都是一般 常常因为不记得重要的日子 激怒另一半 数字我是全部失忆的 我太太生日 我儿子生日 我女生日 现在好一点 现在终于记得了 因为不记得会贵玻璃 但其他都尽量 你试过如何惩罚你 没有 试过 就是完全到那个日子 她看着我 一直期望我会说些东西 但我都忘记了 就是她今年的生日 你能否有话跟我说 是呀 是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但完全忘记了她生日 是呀 是呀 没错 要经营一段美满婚姻 包容很重要 相信Shawn的太太 都习惯了她忘记了 Shawn和太太结婚四年 很快就已经 拥有一对四岁和两岁大的子女 可能婚后二人世界的时光太短 所以Shawn也提点 Grace不要这么早生 我现在传授她 在未有小朋友时就多玩些 她很喜欢跟她的先生 到处去旅行 我跟她说你生了之后没有了 相信我生了之后 每天都会没有什么应酬 就在家里陪小朋友 所以我觉得她现在的阶段 顺其自然 最重要是开心 我也想到我 好 走